国民汉字须知 带您学汉字 学好字 本周我们又要到哪里 去学习什么字呢 萌萌真的好美 我们可以在日本吗 其实进来这边就觉得很凉 对不对 因为这里都是原木的建造 在这栋美丽的日式建筑中 藏了什么特别的字呢 趁机请教老师 因为我们常见的皮膏 就是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写法 那当地看到比较常用的是土跟碑 对 所以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吗 两个皮字都有看过 到底哪个才对呢 大包的就是干燥的干 小包的就是这个干 到底包装上的干和干 是不是用大小包来分呢 你知道半手里的茶语要怎么说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想知道更多的汉字知识吗 尽情锁定每周三晚间八点 国民汉字须知